地球已经存在于茫茫宇宙46亿年之久,而我们仅仅在这个星球上待了500万年的时间。 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,人类曾经经历过最黑暗的时期,全球仅剩2000亿人,绝大多数人类夭折与气候变化与疾病,而北京人的平均寿命只有15岁。 最新研究显示,7万年前早期人类由于气候变化激临灭绝,人口数量最低达到2000人,直至17时代早期人类数量才逐渐上升。 这项研究主要检测了人类的线粒体DNA通过母系遗传后代,发现非洲南部的霍伊人和桑恩人在9万至15万年前与其他人类发生分离。 以色列和美国的联合研究小组指出,人类在石器时代之前,就是逐渐分离,成为较小的均落,之后再次聚集人口数量上升扩增至其他地区。 在九万至13.5万年前,非洲东部经历了严重干旱气候,研究人员表示,气候变迁导致人类族群变化,使他们分离成较小的分离均落,相对独立不可封闭。 这在那个时期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,曾经地球的最大种群恐龙,不也真的灭人了吗? 当时那样的气候环境和极其低下的生活水平,疾病和危险的生存环境都是七万年前人类面临的两大杀手,死亡率是相当高的。 这种死亡率有多高? 在所发现的北京人的40多个个体中,可以推置年龄的有22人,其中15岁以下的有15人,占68.2%,15到30岁的三人,占13.6%,40到50岁的三人,占13.6%,50到60岁的一人。 减价4.6%,经统计,北京人的平均寿命为15岁,7万年前,人类总数减少到2000人。 不信中的万幸,如果要不是这2000人存活了下来,人类历史要改写还真难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